其实我们也要晓得讲经不容易 因为这个寺院讲堂跟学校里面的教室是不一样的 讲堂是随时开放的 教室不一样 教室的学生是程度很接近 所以大家的等级又差不多 但是听众就不一样了 听众有老修的 有修了一段时间 有出入门的 甚至于是刚刚才入佛门的 如果没有大智慧 怎么能够让每一个听众高兴而来 满意而回呢 所以我们看到佛就有这样的大智慧 大德能大向好 后面再讲 释迦与印度成佛 成佛已来于今二千余年 这里讲到释迦牟的佛成佛二千多年 这是一般其他世国家的佛教徒呢 都是这个说法 他们认为是两千五百五十多年 但是按照我们中国祖师大德的说法呢 今年那应该是三千零四十九年 你看很准的 三千零四十九年 按照古人的记载 我们中国古人的记载 世尊出生那一年是在周朝 周昭王二十四年 甲银 那既然是甲银这一年 那世尊十二生肖里面 他老人家属什么 属老虎 属虎的 他老人家灭度呢 是在周昭王五十二年 这么一推算 所以佛灭度到现在 是三千零四十九年 底下再讲 实为方便之全巧事相 故弥陀与极乐成佛 于今时节亦复如是 时节久愿成佛 所以说 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 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两尊佛 其实他们呢 是九远期之前 就已经成佛了 这是法华经上提供的信息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证明 第二个 是灵之老法师 在弥陀经一书里面讲的 愣言士智章云 这就是愣言经 大士智菩萨念佛原通章 我亦往昔恒河沙节 有佛出世明无量光 十二如来相继一节 下面 准大本中 这个大本就是 无量寿经 即弥陀佛也 其意为根据 无量寿经 愣言当中所讲的 无量光如来 就是阿弥陀佛 十二如来呢 都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经经大本 皆言十节 经经就是阿弥陀佛经 因为灵之老法师 注解的经 就是阿弥陀佛经嘛 大本呢 是无量寿经 两部经呢 都是讲到十节 乃是意其复机之说 不足为夷 上面的说法呢 是有根有据的 确确实实 经上有这样的记载 上为灵之师 引愣言横沙 结前有佛名无量光 证明弥陀久已成佛 十节只是全说 所以说呢 从愣言经上 也可以看得到 阿弥陀佛成佛多久了 恒河沙节之前 那就是无量寿节之前 所以我们弥陀经 跟无量寿经讲 阿弥陀佛成佛才实践 这个是全说 也就是方便说而已 再找了第三个证明 这是无量寿经监诸所讲的 以真宗之教义 这个真宗就是密宗 根据密宗的教义呢 这西方之阿弥陀 与太藏界族正菩提之德 与金刚界族大智慧门 太藏界族大智慧门 庙观察之之所成也 然则大日如来 成道之年结 不可说不可思议 弥陀之成道 亦不可说不可思议 以弥陀即大日故 所以阿弥陀佛跟大日如来 还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是同一个 也是有关系的 回答证明 不可思议 大日如来 那种 解采 悦 不可思议 惺悦